颤抖的双手打开药盒把药拿出来吃 这名被诊弹为帕金三世症的患者 是一名才29岁的女性 29岁的艾玛也无法相信 自己这么年轻就罹患帕金三世症 还好她参加一项研究计划 抽了血就证实她得了这种神经退化疾病 现在AI可以百分百判断帕金三世症患者 八种血液蛋白质浓度变化改变 判定受册者是否罹患帕金三世症 这项研究已经进行十年 有16名受册者在他们发病前七年 就测到八种血液蛋白质浓度开始上升 可以提早接受治疗 但到计划普及帕金三世症早期发现 能低患者多争取几年的时间 或许帕金三世症就不再那么令人害怕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